大家好,我是Kelly 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我对东京的美食印象深刻 因为这里的美食不仅美味 还有很多独特的特色和文化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的东京美食之旅 让大家了解这个令人惊叹的城市 以及它所提供的美食 从传统的日本美食到现代的创意菜品 我们将探索东京最美味的美食 让你爱上日本美食 寿司是日本最有名的美食之一 以生鱼片和饭团组成 口感鲜美 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之一 寿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2000年前的江湖时代 起初是作为保存鱼类的方式而诞生 后来发展为一种美食 现在寿司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 也是世界各地人们所喜爱的美食 寿司的制作需要严谨的训练和技术 而寿司大师也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不同地区的风味 日本的不同地区也有着各自的寿司风味 例如东京的江湖前寿司 以新鲜的鱼为特色 京都的寿司 则是以清鱼和米饭制成的寿司 而在北海道 则以带子和鲑鱼为主要食材的寿司最为著名 寿司不仅是一种美食 也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 天妇罗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日本传统美食 它的名字也有着传说故事 据说是因为女性在天照大神的神前表演舞蹈时 为了纪念他们的努力和牺牲 而命名为天妇罗 在日本各地 天妇罗也有着不同的地方特色 例如在鸣谷 我名的是炸猪排天妇罗 在京都 则会加入樱花虾制作樱花虾天妇罗 如果你到东京旅游 那么一定要来品尝当地的天妇罗 相信你会为它的美味经验 烤鰻鱼饭在日本被视为夏季的美食 因为它能帮助人们保持体力和精神 这种美食在江户时代时就已经非常流行 变视为高级美食 现在烤鰻鱼饭已经成为日本餐厅和食堂的常客 并且在世界各地的日本料理餐厅中也非常受欢迎 日本烧肉是一种传统的日本烧烤菜品 它通常是用牛肉 猪肉或鸡肉等肉类食材制作的 烧肉在日本的饮食文化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 因为它不仅美味 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社交和互动的方式 在烧肉店里 顾客可以在铁板烤炭火上自己烧烤肉类食材 同时享受着美味的佐料和酒类 还可以品尝一些小菜 米饭和汤类等配菜 如果你喜欢美食和社交 那么一定要来试吃日本烧肉 它是一种非常有趣和有文化郁味的餐饮体验 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的热情和独特的饮食文化 以上是我们的日本传统美食介绍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些美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相信吃起来也会更加有味道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